突然出现的虚神豪中,一道如闷雷一般的声音从其中缓缓传出,我们被发现了,没有了庞大的方舟,以罗盘的方式都能被追踪到,定然是有什么能够让太虚锁定的。 眼下除了罗盘上的冯修等人,就没有什么可能了,问题定是出自他们之中,冯修的人基本战死,所剩寥寥无几,他也立刻意识到了问题所在,面色骤变。 前辈,我等不知晓,身为神戏之辈,绝不会行任何背叛之事。我以性命发誓,萧妍没有理会,而是目光看向了虚神豪。 图牙,三兄弟之一嘛,倒是省一些麻烦。 虚神豪缓缓开启,无数的太虚战士蜂拥而出,身着虚神铠甲,其实力完全是依附于铠甲,但真正的威力便是无穷无尽的数量。 爹,让我去解决此聊。 萧月离上前一步,手中黑光闪烁,死神之连赫然凝现于手掌之中,挥舞间气势惊人。 月离,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,就算要出手,绝非单打独斗,要以最小的消耗解决掉敌人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萧月离身上充满了杀气,因为在冥界压抑了太久,他恨不得挥舞手中的镰刀割掉这些太虚的头颅。 萧岩助力在前,敌人的实力目前不详,太虚来的实力都不弱,均是达到了神之不朽境界,只是境界并非很高,依旧是很依赖于虚神铠甲的加持。 罗盘周遭,很快被李三层外三层的太虚战士所包围,浩浩荡荡的,足有数十万。 对于太虚来说,这倒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。 冯修看着这一幕,脸色骤变,听见涂鸦的大鸣,更是面露紧张之色。 虚神豪内,一道身影,身披重甲,手持长脊,气势非凡。 助力在肖月里脚旁的小犬,顿时发出呲牙咧嘴的低吼声。 呃,自涂鸦身后,还有七八道身影,位于其身后。 这么多的太虚里面,拥有灵魂的,竟然不过十人,他们倒是聪明,以最少的伤亡,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的话,的确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买卖。 消炎欲尽的灵魂之力,横扫而过,便是将这些人的气息,都查得清清楚楚。 开战在所难免,不必思考太多,全部抹杀即可。 远处的涂鸦挥动长脊,灵力的进风席卷而出,几间指向了消炎一众。 杀!涂鸦没有半句多言,口中只吐出了一个字。 周遭数十万的太虚战士,便是朝着硝炎等人蜂拥而至。 就在此时,龙翼身形一动,当即化作了巨大的虚影,朝着四周一个横扫。 虚影逐渐凝实,方才看清,那是一条龙尾,只是其巨大程度,令人发指。 罗盘上先摸骨戒的神之不朽们,有了之前的战斗经验。 这些太虚战士,在他们的眼里,不过都是一些杂兵,清理起来不算费劲。 不过之前是数万人同时出手,现在人数上少了很多,解决起来就会变得棘手。 虽然单独去看,实力都不算强悍。 可若是人手不够的情况下,百人去面对数十万,且有着虚神铠甲,无法做到大量的抹杀先摸骨戒的百名神之不朽,已是率先出手。 紧接着,龙尾冲入了战场当中,都还是能够分得清自己的定位。 无畏战队的众人并未轻举妄动,他们的实力稍弱一些,进入战场的时机靠后一些更好。 只是如此数量,也让无畏战队的众人心惊。 毕竟他们还未曾和太虚有过正面的交手,无数的太虚战士,在虚无当中飞舞,数量惊人。 若是实力不够,一旦被大规模的围剿,还是十分危险,容易丢掉性命。 眼下头阵便是交给仙魔古戒的神之不朽。 当然,龙尾的实力,也无需担心。 如今的他,早已觉醒了煮酒鹰的血脉。 其肉身的强悍程度,恐怕不会比硝烟要弱。 待在这里作甚。 去。 萧月梨将身旁的小犬踢飞了出去。 只听见乌叶一声,飞出去的可爱小狗,毛发忽然暴涨,体型顷刻间化作了数百丈。 身旁分化出了三颗头颅,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声。 幽冥地狱三头犬。 也是在他的带领之下,龙尾的实力,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,突飞猛进。 看着半空中逐渐凝实的虚影,即便在这虚无当中,其出现的一瞬,就让所有的一切都显得渺小不堪。 甚至连虚神豪都不及其头颅之打。 主九鹰 其大口一张,犀利惊人,瞬间就吞噬无数的太虚战士入口。 眼前发生的一切,涂牙并未有半肆惊慌。 虚神豪中还有源源不断的太虚战士加入到战场。 他的目光赫然锁定在了罗盘之上的萧炎和萧月梨身上。 而等之前从未见过,你们应该是新来的增援吧? 也倒是,古神界都败了,再没有增援。 这东欲虚无,也要被我太虚给生吞了。 不过就凭你等,也是躺臂当车罢了。 涂牙冷声传出,身上的重甲焕发着光泽,一看就拥有着惊人的防御力,为其量身打造。 其手中的长脊也并不普通,都是由明和科技打造,比之前所欲的虚灭追魂剑只强不弱。 涂牙交给我把爹点,他太猖狂了。 萧月梨若不是萧炎还未出手,按照他的性格,恐怕早已出手杀涂牙都已经八百回了。 小心一些,我觉得没这么简单,这里的虚无有异样。 萧炎用灵魂传音给了萧月梨,之所以没有贸然动手,就是萧炎觉得周遭有古怪,他们应该是布下了某种杀阵。 但若只是静止的话,有狗眼的存在都不是什么问题。 绣袍当中的狗眼又被强迫苏醒,破掉四周一切静止。 萧炎的声音传出,随即和萧月梨对视了一眼,后者会议,当即两者的身形齐齐移动。 一道黑影,一道闪电,速度惊人,直奔涂牙等人。 萧月梨的目标很明确,其手中的死神之帘黑气悬绕,临静一瞬,直接朝着涂牙抬手劈去。 涂牙则是并未出手,竟是往后退去,以最快的速度退回到了虚神壕中,其余数人则是顶上前来抵挡萧月梨的攻击。 涂牙则是并未出手,以最快的重点。 感谢观看